身穿橘色襯衫一身輕鬆阿亮普學亮31號以公益大使身份出席活動 呼籲大家要多陪伴長者 尤其現在疫情期間關懷更是重要 但他也因此有工作被迫喊咖 那為了這個安全起見 也要擔心來看戲的觀眾 所以通常都會延後 那當然有些場次也是取消了 本來五月份還有一兩場 就有一兩場被取消 就是因為舞台劇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原定四月三十五月一號的演出 因為劇組人員有同住家人染疫遭匡列居隔 只能延期跟金氏捷視訊對詞 沒有特別去算 去算這些影響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影響 六月份還是有一些演出的安排 目前就是還是正常 因為沒有升級 演出還是正常 六月與區中恆曾國城合作的二群回當中 補學量透露現在一起排練都得快篩 另外像是曾國城與型男主廚 舊戰友詹姆士七月的音樂劇摘星米其林 故事主要敘述兩人各自帶領一間餐館競爭過程 演出資訊曝光詢問度超高 劇場界都希望疫情趕緊過去 讓藝文活動復蘇 而提到好友黃紫椒與孟耿如的女兒 日前剛誕生 31號更在社群只喊不忍了大方曬娃 補學量也送上祝福 恭喜當然要祝福 短信我們都第一時間知道的 但是都是他還沒有公布之前 我們也不能講 對那現在就很開心 看他開始曬娃了 那種感覺是很羨慕了 因為我小孩都大了 看到小小孩心情超好 只是身為家長 雖然自己家的已經長大 而且打滿三劑疫苗 談到顧彥均事件 補學量說天下父母心 難免擔心煩惱小朋友 遇到問題就慢慢解決 期待疫情趨緩